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手续办了 我们已经结婚了嘛 但是我们具体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在比方说办酒席 这个实际上也无所谓的 反正现在总会是以后要结婚的嘛 对不对啊 但是如果你现在用这个心去打胎的话 以后给你自己会造成无穷的后患 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事情 因为很多人好面子了 实际上什么面子了 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你把孩子打死的话 以后痛起来你自己痛啊 谁来顾你面子啊 晚年的时候生病腰不好 身体上长肿瘤 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话 那不是你受罪啊 你为了人家一点面子 不给人家笑话 所以有时候人就是不现实 活在不现实 虚无缥缈的空间了 明白了吗 实际上人 散了茶凉了 实际上人散了茶凉了 2 떡签瘤 2 碌